我们的歌 对于我来说 意味着 乐自心中来 其乐 也是不同时代 音乐的和我 交跪在一起 和闪亮的信息 我们的歌对我来说 是尝试不一样的音乐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可以跟所有这么棒的歌手们 然后做好的音乐 然后把一些很经典的歌曲 重现一次 这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刻 这个节目我很爱 很爱你们每一个年轻人 好像这个舞台能够 给我们更多的一些风度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舞台上 多做一些时代创造的事情 我们的歌的这个舞台 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 愿意配合歌手的想象 把他们想象中的编曲 把我们想象的环境 还原 这样的节目是很难得的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 没有一个弱者 我很爱这个舞台 因为在这个舞台 我可以看到 以前不可能会出现在我面前的 所有优秀的歌手都在我面前了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 我们还能相遇 相信以后还会有机会 有机会的 那我们重来一次好不好 经历过传奇在线 经历过潮流营领 经历过话题八评 热闹与在意过后 我们不禁扣问内心 音乐类节目 还要追求什么 回望音乐的本身 内心的曲折 言说不尽 故而才用歌声 抒发于外 我们会跟着节奏摇摆 也会随着旋律流泪 会一听前奏 就迫不及待地 要唱第一句 在歌声里 人类的悲欢 可以相通 所以 我们的歌第六季 有了更大的野心 激活传统 同现代的融合人 打造连通新与新的 传世金曲 那接下来 从今晚开始 听世界的声音 唱 我们的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